最近我们每天都在思考 到底压轴我要给您什么好东西 才能够帮助您 在这段行情比较剧烈震荡的时候 赚到钱或少赔一点点 您可知道大盘 大盘从前波的低点8523 涨到今天的最高点是10344 大涨了1800点以上 涨幅超过20% 会自己来请上来 您有赚这么多吗 两根涨停板吗 你有赚1800 18000 以上吗 会许您会说 我连180块都没赚到 这时候应该有必要 为自己股票做检查 对 而且因为很多人在问说 现在涨了这么多之后 到底我手上的股票 是能不能够续报 因为真的很多人 手上的股票 但是心里又很担心 那不知道后面还会再涨 那我有时候三不五十 会来个震荡 大家也在想说 我要怎么去检视我手上的股票 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把一些重要的一些准则 那么给大家做参考 大家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之后 以后来逐一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判读要件先弄懂 来看第一类 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类的话 注意就是说 最忌讳的就是爆大量 尤其的话 因为涨了一千多点起来 所以反弹起来爆大量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爆大量它不一定就是不好 但是如果它跌破了低点的话 那么这里的话筹码就会散掉了 请问反弹后爆大量 反弹然后出大量 就意味着我在这边买 这边几乎卖光光 所以在高档有人出白华文 没错 所以的话这类型的股票的话 它一旦跌破低点之后 势必要整理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的话这类型的话 有一些股票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点最近开始有出大量的 好我们挑一档检查 我们来看看叶辉 那我们看它的K线 你看它的K线就非常非常清楚 有没有弹上来以后 在这天出了一根大量 那大量的低点目前是有跌破的 所以的话像这一类型的话 就冲起来又把筹码倒出来了 所以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些标准大家都可以随时 拿自己手上的股票来检讯 警讯一警讯二来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有一些股票的话 他也是在反弹 但是他刚好遇到了下降的轨道 或者是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周线 或者是月线的颈线 所以这一类型的股票来说 那么因为遇到的是一个中期的压力线 所以他当然就会比较有压力 好我们来看鸿海 我们来看鸿海 那么我们先看他K线 好那K线的话 他也有反弹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周线 周线的话拉长一点点的时间 好你就会看到有没有 他事实上跌下来了之后 他现在再往哪里反弹 往这一条颈线做反弹 有没有 然后这个颈线的话 下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位置 也是之前的另外一个颈线的地方 所以有些股票 为什么他弹上去之后 好像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点 就是因为他上档 可能有一个所谓中线的反压 那这个反压因为是从周线来的 每根棒子一个礼拜 对那周线的反压 当然就会比日线的反压来的重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话 就可以看到短线上来说 你可能遇到压力的时候 那也可以注意一下 那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一些压力 第三个判读 第三个判读的方法 就是法人有一些在转卖的 然后第二季可能有一些杂音的 所以这一类型的话 当然他可能跟产业有一些关系 那大家可能第一时间 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产业的状况 但是你可以从法人的动作 来去做一个判读 来看郁金光 好我们看看郁金光的K线 那么郁金光的K线的话 弹起来之后你有沒有发现 其实法人已经开始有一些 零零三散在说卖出的动作 投线的买盘不稳了 对开始不太稳定了 那走势上来说的话 反弹起来也遇到了一条两条 三条的压力线了 所以第一张就是麻烦您要注意 判读三大讯号 如果反弹您可能要卖一趟了 你可以随时检视手上的股票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讯号 想真话我在乎的是第二张 第二张就是要让您捞回一点点亏本的 第二张的话我们来看看 有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说比较可以拉回做加码 或者是可以持股去报的 包括什么呢 有些股票我们看他的周KD和月KD 两个都在往上面走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不是日KD 是中线上面的指标 对不对 那这里面的话呢 当然有一些话呢 月KD是已经交叉的 所以他非常强 像是金像电也好 像是操纵也好 这些世纪钢等等 这几档都是如此 所以这两天像金像电跟南电就非常的强 为什么 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是每一根棒子是一个礼拜 所以是周K 每一根棒子是一个月 所以它是月K 你知道周K跟月K如果能够KD黄金交叉向上 它时间其实是很长的 是中长线的观察 所以这就表示它是中长线是般多的 所以这不一样 所以你看为什么金像电跟南电那么强 因为他们的中线跟月线都开始交叉 好 我们来看看这是金像电 现在看到的话是周线 有没有 它是已经交叉之后往高档走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月线 月线也看 你看有没有金像电的月线 金像电的月线 你看它的月线的话 有没有 它也是一样 月KD是往上在交叉的 所以的话就变中线 它有助长的力道 它的短线就非常的强 那再来的话 我们挑一档看 一类看一档就好 那这个第二个 然后再来我们看看 还有一种的话 它营收年增 而且是往上增加的 然后再来股价的话呢 本身又是在季线上面的 所以这一类型的股票的话 那比方说的话 我们来看哪一档好呢 比方我们看星象或金豪哥 那我想要看连茂来 好 你想看连茂 好 连茂的话呢 我们看看 那连茂的话呢 基本上有没有 它的基本上股价 我们把它弄长一点点 好 用长一点的话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这里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但是现在的话 也已经回到了半年线 所有的均线 您刚说要看哪条线 季线 季线 所以季线在这儿 那您刚说Q1的营收 又比去年来得好 今年有疫情 去年没疫情 今年能够比去年好 那叫了不得 所以Q1成长又在季线上 这样子续报 对 像这样的股票的话 它拉回来就会有支撑 那相当其实第二季的展望 也是往上走的 好 那再来的话 那我们要看下一个 那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它有震荡的时候 那偶尔有拉回 对不对 但是拉回的时候 法人是持续站在买方的股票 建策跟智新两档 来 我们先看看 先看哪一档呢 好 我们先看看这是建策 所以你看建策的话 有没有它上来以后 它也震荡了一下 上去以后又震荡了一下 有没有 但是你看看法人基本上 就是一路在做买超 惠子姐 我发现了 今天从一开始到现在 您都比较着重在投信法人 比较忽略外资法人坏 对 为什么呢 因为的话法人 投信法人 比较开始做第二季的布局 那外资的话 有时候的话就会进进出出 而且有些外资 因为也比较多的假外资 所以他们常常有今天买 明天就卖掉的动作 你知道为什么问这段话吗 因为这段话完全呼应了 玉衡的贵买强货的集中 对 没错 所以现在是内资当家的牌 新的季度开始 大家就开始新的操作 好 第二档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档 下一个的话是智新 智新的话是算是NB相关的股票 那你看他最近有事 上来的时候有震荡一下 上去以后震荡一下 但是把人也是沿路在做买超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 拉回来的时候靠近支撑 那就可以去注意接切入的一个买点 好 感谢惠子姐 最压轴的更精彩 观众朋友 这一个题目是为了保护您的 而且这段时间也很奇怪 好多粉丝在问说 润涵姐 你可以帮我们警察吗 反弹起来 我有赚到钱是要卖还是不卖 如果现在150回到200块 我干嘛卖呢 但是有些的标的 先看第一章 惠子姐说 有些的标的现在一直往上冲 你以为好吗 如果冲到末端爆大量 如果中期趋势下降轨道 他一反弹来到了那个压力线 或者下降轨道线 这些人有压力 你是不是要卖呢 因此吻合这三大条件 就算他还会再冲高 但反而已经转卖 三大条件你都要小心 有赚到钱逢高反弹 就把它卖掉吧 但是更好的是粉丝又问了 那我现在如果空手的 或者前面卖掉 其实我是赔大概2万块啦 或3万块啦 我想要通过一些标的 再把它赚回来 把赔的赚回来 赚个10万6万行不行呢 当然可以 但是你要挑对标的 哪些拉回来可以留意的 或手上抱的这些标的 1 2 3方向 您是安全的 总之呢 这个有股票的 没股票的拉回安全的 我全部都说了 就算我都说了 但是大简体要 明天的台股 依旧往上攻安全了 所以明天呢 玉航来请上来 明天台股 您觉得最重要的观察面向 应该怎么看呢 第一个明天是我们的月结算 那今天已经大涨了 明天要再大涨的机会 是比较低的 那所以我们会留意 这个结算的一个当冲行 如果今天晚上美股走高 那明天开高之后 千万要小心追的 要谨慎一点 那周旋的大量趋势 落在1万0500 和卖权的1万点 所以往下拉回的话 我们1万点会是一个 比较坚实的支撑 这里有窗 这里有压 对 那我们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沿着五日线上攻 去挑战之前的空方缺口 3月13号的空方缺口 如果往上到空方缺口附近的话 这边要记得要小心一点 可能会有一些卖压 那我们压缩整理之后 向上突破 那今天红K的低点 就是我们多方 最后的防守线 那在接下来的美气的 这个企业财报周 我们追高一定要谨慎 因为企业财报 毕竟是不太好的 那我们仍然是以拉回的 低买为主 整个波段的多头 还是有延续的 那我们接下来去关注 这个外资的齐选 是不是有去增 它的一个多方的部分 而不是去加空 那只要是加空的部分 我们涨高都要去小心 请问如果台股明天继续涨 应该要补多少量 我觉得大概要到 1800亿以上 漂亮 我就等这句话 观众朋友 明天的台股有办法 有机会继续涨 但您不要太开心 因为现在十一点半 差不多的时间 你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 开高之后就稳在这 没有继续在网上 做冲高了 所以明天的台股 有没有办法继续涨 又带大量 会不会到最后 虎头蛇吻 都是明天台股观察重点 没错吧 没错 好 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股市吻在盘上 有没有其他的杂音 所以上空 供不太拉大 它的幅度 昨天待会的世界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